从鬼城出来 我们驱车驶向15公里外的 一个叫伊利英奇的小村子 听说那里还住着十几位老人 7月诺贝利事故发生后 前苏联政府强令撤走了 方圆30公里内所有的村民 但一年后 就有不少老人私家心切 陆续回迁 最多的时候达到2000人 不过随着老人们一一离世 如今几百个村庄里 还只剩下五个有人居住 人数也只剩下338人 他们当中最年轻的48岁 年纪最大的已经93岁 这就是我们的女儿 这就是我们的女儿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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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他妈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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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还住在这里 她们 你讲 她们 ti口住在这里 你现在怎么找到这个地方? 我真的没有住了我了 我 remained住所有家人 家人家的家人又被这家人半年十五年 我们下一次在这家人的家人的家人都在这家人 我们下一次四十六年都在一家人 我们下一次下一次 我们下一次就下一次 我们下一次去下一次 我们下一次的家人 死的死,然后走着走,有一个四十七,有个五十的岁 我没说关于切威力什么,反正是不好的 我的亲人就剩我了现在 你在这看什么生活呢?中地吗?还是… 你自己做的这些东西就可以够自己吃了是吗? 你自己做的这些东西就可以够自己吃了是吗? 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 您今年多大年纪啊? 76岁了 76岁了,你身体好好啊 那在中地,会不会觉得累呢? 把利亚老妈妈居住的村子一共住了18位老人 都是事故发生一年之后执意背着政府私自回来的 政府对这些老人也采取宽容的态度 让他们夜落归根 在这些已被污染的土地上 老人们种土豆 洋葱 西红柿 自给自足 政府定期来给他们检查身体 给予适当的照顾 但是不害怕吗 不是说这里已经是不允许人居住的了吗 这是我自己的家 想家 马利亚老人的老伴早已经去世 两个儿子也都是英年早逝 他们都曾经是核电厂的工人 马利亚老妈妈两个儿子的照片 那两个儿子都是英年早逝了 一个是46岁去世的 一个是50岁去世的 马利亚老妈妈认为他们这么早去世 肯定还是和切尔诺贝利有关系 但是他也不想这样很直接的说吧 现在很无奈 你很想念他们吧 或许我们问到了一个最不该问的话题 触动了马利亚老妈妈内心最深的伤口 老人寂寞的生活在我们看起来有点难以想象 但老人坚持说 生活过得很充实 感觉还不错 马利亚在这间老屋住了有几十年 家里的摆设并没有什么大的改变 一个人的生活有多么单调寂寞 老人并不愿意多说 对于辐射 他说早已经司空见惯 觉得空气好狠 根本不相信哪里来的辐射 而对于未来 马利亚也似乎不去多想 他说不愿意太过担心 到了这个岁数 身体就交给老天 而生活就是踏踏实实的这么一天天的过 那现在你担不担心有一天你身体不好了 没法干农活了怎么办呢 对 七十四年 你不买了 未来 你不买了 那什么都要想 你不买了 你不买了 她在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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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今天晚饭了吗 她在家里 这一天 这都已经是开放的 开放唱 这是到底会 markers 让您看 不是 去牛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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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 غ too多 根不 говор 你们 opin셨 我讨论 我都不想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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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点酒 OK 祝您牛眼 身体好 祝您身体好 祝您身体好 你都不想吃 好 你身体好 我都不想吃 老人们回到这片污染之地 外界看起来似是惊人之举 对他们而言 道理实在简单 这里的每个人都有着自己 对生命和故土的一番特殊理解 和执着把握 某种程度上来说 他们每个人都是哲学家 是思想者 继续生活下去 是大灾难之后 人们的勇气和选择 不过这或许会是 切尔诺贝利的最后一批居民了 每一年 这里都会有几位老人过去 玛利亚知道 总有一天 她也会追随着她的伙伴们 永远沉睡在这里 那这里人肯定会越来越少 她会一直追到最后吗 不仅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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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仅 很快乐 希望你能够在这里健健堆堂的 哦 gospady 我是 家 家里比多可有変III 谢谢你 我们走了 嗯,完全是 他們說,非常藝衒 正確,早安 位白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明现在我一切正常 放心了 辐射微尘究竟会多长时间留在切尔诺贝利 有很多很多种说法 有人说是30年 有人说是300年 有人说600年 甚至还有人说是800年 到底是多少 恐怕取决于你究竟愿意相信哪个数字 因为可能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 也许真的我有那么一天 人类的痕迹渐渐在那片土地上消失 那个时候只有一片又一片的辐射微尘 比我们更久远地留在那里 拥有切尔的魅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